垃圾桶里发现一具小孩尸体 随后警方来到死者家里 卢贞的后妈和弟弟都在 后妈显得非常悲伤 虽然卢贞不是他亲生的 但也是自己从小带大的 他才13岁 到底是谁下的如此狠手 大宝在卢贞的房间看到他和顾峰的合照 看来两人关系确实很好 无意间发现藏在相框里的一张女人的照片 应该是卢贞的亲生母亲 照片后面的文字说明卢贞是想攒钱去昆明找妈妈 他们还了解到半年前卢贞带着弟弟玩耍时遭遇车祸 导致弟弟腿部落下残疾 看到弟弟泡在碗里的饼干 秦明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们来到附近的一处池塘边 秦明分析卢贞没有腐烂的左脚 很有可能就是尸体泡在水中而左脚露在外面导致的 大宝发现这里就是最近网上流传发现鬼火的地方 而出现鬼火就表示有腐烂的尸体 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抛尸的第一现场 他们对出现鬼火的地方进行检查 发现了一副拳击手套 还有一张写有卢贞名字的车票 而顾峰家就住在附近 手套上检测出顾峰和卢贞的指纹 面对诸多证据 顾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当天下午卢贞买好车票来向顾峰告别 顾峰不理解他为什么不顾兄弟情意离开 两人争吵时卢贞被推倒在地 随后卢贞就停止了呼吸 害怕的他就将卢贞扔进了池塘 几天后池塘出现了鬼火 顾峰害怕事情暴露 连夜将尸体转移到了垃圾桶 这怎么摔倒在地就摔死了呢 秦明和大宝再次对尸体进行检查 每骨处的伤口是被李莉打的 身体两侧椭圆形是当陪练被旁钞打的 背部的擦伤是顾峰转移尸体时造成的 那么腹部U型的致命伤是怎么形成的呢 大宝突然想起卢贞后妈穿的高跟鞋 这些伤口很像是高跟鞋所致 难道是家暴 三人再次来到卢贞家里 面对林涛的施压 后妈说出了家暴卢贞的事情 原来卢贞带着弟弟出车祸后 后妈就一直怀恨在心 认为是卢贞导致自己孩子腿部残疾 经常对卢贞拳打脚踢 卢贞腹部的U型伤口就是高跟鞋踢伤的 而卢贞出事当天 本来攒够钱的他决定去车站买票离开这里 却发现钱被弟弟撕成碎片 于是就打了弟弟一顿 正好被回来的后妈看到 对他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导致卢贞提脏破裂 卢贞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拿了后妈的钱买了车票 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后妈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